文树妈妈说宝宝矮,现在的新手妈妈,都懂得用知识来武装自己,以便养育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,所以新手妈妈会看很多育儿指南,但是往往是到临头时,才发现,知识再多,也要重视实践。 小琪刚生过宝宝,在里住了一个星期后,娘俩儿回到了自己的家,小琪的家人照顾她很尽心,小琪有点精力就去照顾宝宝,用她自己的话说,我现在可是理论加上时间的呀。 小琪看着宝宝的小脸,吃得白生生,烫乎乎,水灵灵的,别提心里有多幸福了。 可是最近两天,细心的小琪发现宝宝的脸色,越来越黄了,因为她早些时候看过一些育儿类书籍,知道这是心伤而黄胆,也没放在心上,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,宝宝的皮肤还是那么黄,小琪急忙和老公一起,带着宝宝去,医生检查之后说,宝宝没事,不是病理性黄胆,再过几天就可以吞去了。 小琪和老公才松了一口气,对于新生妈妈来说,先生的宝宝,一般来说,在一年内都会出现这五种情况,早点知道,可以于是不慌,从容的帮助宝宝恢复健康。 一,新生黄胆症,这种情况,可以说每个宝宝都会遇到,宝宝出生后的一周内,有时候是半个月的时候,宝宝的小脸开始发孔,有的黄胆严重的宝宝,还会有点黄发黄的情况出现吗? 区别是,有的是生理性黄胆,有的是病理性黄胆,如果出现黄胆一周后,宝宝的皮肤和拱膜仍然很黄,没有消解的趋势,足月的宝宝出现黄胆两周后,不曾消退,早产儿四周后,仍然不消退,并且半用饮食解退, 肚子拍起来喷喷拔胀,大病有发白或有陶土色,这有可能是病理性黄胆,需要及时就医诊治。 二,新生儿特有的滴血糖,洗心的妈妈可以观察到,宝宝吃奶无力,面色无华,必须及时就医。 请医生诊治是不是滴血糖?不及时就医的话,会引发宝宝中枢神经发育不良,所以宝妈一定要重视。 三,新生儿的脐带护理不好,容易引发新生儿脐炎,宝妈平时要注意,不要让试药覆盖住了脐带部分,洗澡时,可以用护其贴保护笔下,以免引发脐炎。 四,新生儿便秘的情况也比较多,有些宝宝对某种奶粉不适应,就会造成便秘,有的宝妈很心急,会给宝宝用开栽露,让肠通便。 但是要注意的是,如果养成习惯,会引发宝宝的依赖性,宝妈可以给宝宝用按摩腹部的方法,来促进肠带蠕动,促进排便。 五,新生儿腹泻的情况也很常见。 宝宝出现腹泻,宝妈一定要及时给宝宝补充水分,否则很容易造成宝宝体内电解质紊乱。 新生儿妈妈照顾宝宝时,一定要起情观察。 有了这些情况,不要着急给宝宝用药,要带宝宝到就诊后,再根据医嘱,给宝宝吃药,一件宝宝能尽快恢复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